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视频生成最快的工作流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快 现在我点运行 对目前的视频没有加速 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的参数设置 分辨率是768×512 97帧 现在帧频是25 所以说不到4秒的一个视频 我们看一下速度是非常快的 大家看生成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当然动化元素可能稍差一点是吧 女孩的动作不是特别明显 当然这个我们待会来说 我们还是先说速度问题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模型 这个模型叫做LTX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它在包包脸上的主页 当然它在Github上也有对应的主页 这是Github上主页 内容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说我就以包包脸为主要的介绍 首先你要知道LTX 这个是基于DIT架构的 而且它说是第一个基于DIT架构的 视频生成模型 这个我不太清楚 它这样说是不是准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纠结的重点 看后边这是最主要的 它以768×512的分辨率 可以生成真频是24的视频 它这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比观看视频的速度要快得多 这个是让你形象的感觉出来 这个视频生成的速度 刚才我们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就好像是郭德刚刚说相声说这个 雨前游泳的时候 这个裤衩追不上人 大概是这意思 然后我们可以看 它下面有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我们在具体用的时候再说 那在这个模型出来的当天 我们的confioi就发了一个博客 我同样把它翻译一下 那就是confioi在当天对LTX 这个模型的支持 下边有一些基本的内容 这个和官方的介绍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我们重点可以看一下 下边安装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想用的话 首先要将你的confioi更新到最新版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下载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其实就是报告脸上的 这个模型 如果你看这个链接的话 也能看到 我们可以点开报告脸的 files and version里边 可以看到 Safe Tensors 这个格式的模型 这个模型的大小是9.37G 不算很大 另外的话 我们需要下载T5的编码器 这个它用的是FP16 当然你要用FP8也可以 另外有视力的工作流 这个视力的工作流 我们也可以点开去看一下 这个内容 其实就在我们的confioi 官网上的examples里边 有一个LTX专门的视力页面 这里边也说明了怎么去安装 重点就这两个 然后放的位置也说的很清楚 一个放在我们的checkpoint里边 一个放在我们的text encoder里边 然后有两个工作流 一个是文声图 一个是图声图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文声图的 这个界面 这个里边我不用过多的去解释工作流 因为它就是一个制式的 你就这样去写就行 包括你像LTS scheduler 这个东西它怎么去设置 这个我们肯定是按照论文的设置 或者圆码的设置来的 下面重点我们要调的就是这个节点 包括我们的分辨率和真频 这个是最主要的内容 那刚才我们生成了一个 那么大家也看到这个效果 还是非常棒的 当然可以简单一点 比方我就写一个 beautiful smell 我们直接跑一下 这个采样就完成了 效果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般是吧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当然你可以抽卡 再生成一个效果 更好一点 那其实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怎么去调 它这儿呢 有一些基本的技巧 你需要去掌握 不管是在它的Github的主页 还是抱抱脸的主页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对啊 这个模型是适用于被32 整除的分辨率 而且呢这个真频是可以被8加1 整除的真数啊 也就是说它要被8整除 然后你需要加上一个 比方256除以8是可以整除的 然后再加上一针 就是257啊 按道理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前提下 可以任意去调这个分辨率 而且呢 它认为最大的分辨率应该是在720乘1280 或者1280乘720这个都行啊 真频呢要低于257 这个效果是最棒的 提示词呢 也没有说的特别多啊 就是是英文的 而且越详细越好 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提示词 那它之所以越详细越好 如果我们换成复杂的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就是我用提示词 生成的这个啊 是一个漂亮女孩的工作室的摄影 大家注意啊 在这里边不太支持这样的语法 所以说把它给换掉就行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提示词相对复杂 那我们生成的效果呢 也会好很多 注意不是复杂 我这说的不严谨 是详细 不是说字数越多越好 你必须得是一个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提示的内容啊 看一下啊 这个就效果好很多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啊 动作的多样性呢 是要差一点 下面我们调整分辨率啊 这个呢 它需要被32整除 比方说我们换一个1024乘768 也是可以的 因为1024乘768正好是 168乘512的1.5倍啊 所以说他们也都能被32整除 这个针屏是要被8整除 然后要加上一针 那我们先调这个啊 分辨率调的大一点 那我们再生成 大家注意啊 即便你把分辨率调成1024乘768 采样的速度呢 不会有太明显的降低 当然会慢啊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完全是可接受的 比马鼠 或者是靠个Y点X呢 其实要快很多 大家会发现到我们这个分辨率高了之后呢 人像呢也会更加的清楚 动作呢 依然是比较单一的 对吧 然后这个呢也可以调啊 只要能被8整除 然后加上1就行啊 比方65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基本的这个调整原则就是这样 他呢 在文生视频这个领域呢 大家就简单了解一下 因为呢 不是很重要啊 为什么呢 我们先回到原生的768 512乘以97 这个分辨率里边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他在他的主页上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Limitation 就是我们说的局限性 这里边的话呢 很多内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不相关的啊 包括说该模型无法提供事实信息啊 就是说你让他生成一个比方说特朗普 或者是什么 这样一个人物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 另外的话呢 就一个统计模型啊 它可能会放大现有的社会偏见 另外的话呢 是提示词很大程度上呢 会受风格的影响 这个我们其实感知的不会特别的详细啊 但是你要注意这儿有一句非常重要 就是该模型可能无法提供与提示词完美匹配的视频 也就是说你写的提示词 可能在画面上并不能完整的体现出来 这个在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其他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在其他的视频里边呢 他们对于提示词的这种反应呢 是非常到位的 但是这个模型呢 更多的可能讲究的是速度和模型质量 生成的视频的质量啊 反而对于提示词的这种复现呢 不是特别的到位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方说我这儿有一段提示词 随便找一个啊 找一个景物的吧 说经典的英国蒸汽火车穿越乡村的绿色球岭 然后又是火车在原野里奔跑 这样的一个提示词 我的提示词也相对来说很详细啊 那我们直接给它沾上 你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火车在原野上奔跑 这个呢 感觉还可以是吧 但是这个火车的形态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啊 不是很到位 但我们可以再跑一遍 我们随机的抽卡几次 大家感觉一下 呃 那么它在整个的这个提示词的表现上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啊 所以说这个跟他说的越详细越好 其实形成了一个一个对比啊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越详细越好 你视频当中的元素呢 尽量的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呢 有一些元素就展现不出来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火车在哪呢 都没有啊 所以说呢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是我随机生成的啊 我收容出来两个视频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样 所以说能看到啊 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说这个模型的确是没有办法 去比较好的反映你的提示词的 所以说它的更多的价值在哪呢 在图生视频上面啊 大家在这个官方的例子上面也能看到 除了这个文章视频之外 下面还有图生视频 可以把这个这个视频啊 直接拽到你的confi里边去 或者直接下载这个图生视频的工作流啊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图生视频的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我这 跟它原版的稍微不太一样啊 因为我这个图片呢 不是按照这个1024x768和768x512 这样一个比例生长的 我一般都是高准的16比9或者9比16啊 所以说呢 我这个图片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那怎么处理呢 很简单 我把这个图片先给它缩放一下 我先保证它的高度是512 那当然我的目的是把它转成一个768x512的啊 然后呢 我这个比例不对嘛 所以说需要中间踩一下 我先把高度给它固定到512 长度肯定会更长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我需要在我这个长度下边给截取出来768 截取的值当然就是我的宽度 减掉768除以二 然后进行一个图片的裁剪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符合比例的这个图片 上面的内容其实是跟这个之前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那只不过就是这个地方用的是LTX image 图外流啊 跟那个文生视频不太一样 这呢 会有一个image的图片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连过来 这个当成一个参考的图片 然后分辨率啊 真便宜这个设置跟之前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挺漂亮的 对吧 对于图片的一致性保持的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是这个视频的一个价值所在 那当然这是我之前生成的 我们可以再跑一遍 速度呢依然是飞快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分辨率调大 你说我调成1024乘768的 这个我建议啊 你就在768乘512上去运行 如果你调成更高的分辨率 的确这个会更清楚一点 但是呢这个动作会相对的减少一些啊 而且你作为图片驱动的话 基本上的这个形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不像文生视频啊 说他生成的这个人物可能清楚 可能不清楚对吧 这个由于他的人物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人物啊 所以说你看一下 我们增加了这个之后 的确生成的效果也是非常棒啊 主要我这儿不是fix掉的 我这是random size是吧 啊这是呃这个好 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些测试啊 看一下各个视频生成的一个效果 这个我所有的测试内容都来源于 我们之前做CogValue的时候 那个测试的内容 那在整个这个提示词里边 我既有图片也有对应的提示词啊 那所以说呢 我所有的依据都来源于这儿 那我们看一下在图生视频里边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是这个倒茶的这个女孩啊 做茶道的这个女孩 然后呢别的都一样啊 提示词也不用去看了 然后我们就看声声的效果 大家注意啊这个女孩 提过来 然后倒水 烟雾熟 问题依然存在 这个所有的模型都有啊 谁也别笑了谁是吧 但是这个一致性的确是非常棒 下面呢我们看这个 这个呢是一个女孩在喝茶 大家看一下 这个女孩整体的一致性保持的非常的棒啊 茶的动作这稍微有点夸张 这个烟雾没有动起来 对吧 有点诡异啊 但是总体的视频质量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你会发现 它是这个女孩在这看书 那这个动作补捉的还是挺准的啊 这个跟那个什么不太一样啊 就是跟那个CogValue X不太一样 CogValue X更多的动作会产生在镜头上 和这个女孩的头会去动 手呢可能很少去动 但是对于LTX呢 它很少会产生镜头动画啊 它主要还是对当前画面里边的东西 去让它动起来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大模型里边 如果图片的构图非常大 人物比较小 那么他没有办法让里边的东西动起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尝试用一个镜头的旋转啊 镜头的推拉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呈现动画 但是这个呢 我几乎是没有看到这个镜头动画的这种形式的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啊 注意他手的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呢我生成了两张 大家注意 这个不能说是一个写实的啊 但是也是一个半写实的 这个画面呢比较的复杂啊 有银花的飞舞啊 人去跳 但是你注意 如果是这种场景下 这个动作呢几乎是没有产生的 我以为这是一个个例啊 所以说我就又生成了一遍 大家看一下 这个依然是这样的问题 它几乎动不起来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尝试用这种特别复杂的画面啊 用这个模型去生成视频 这个大概率会失败啊 所以说你要对模型的局限性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你选择这个模型的时候 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群体的啊 就是女孩们在这个元宵节的一个场景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非常棒 这个人脸的变形是完全可接受的 如果分辨力去提高 变形应该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程度的改善啊 但是每个人的神态啊 动作啊 都是比较自然的 我觉得比Cockvidio呢 可能要好一些 然后呢 这是这个赛博朋克的这个女孩 这个动作的一致性也没有问题 但是依然出现了这个变脸啊 就是当它扭过去再转过来的时候 从东方人变成了西方人 就是面部的重建呢 依然是有问题的 而且你注意 这个模型对于东方人 或者叫什么汉服啊 这个中国古典的这种文化 它表现根本就表现不出来 这个是图声视频 还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是文声视频 你要写一个女孩穿着汉服 它几乎是出不来的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画面 插花的这个女孩也非常的棒 对吧 这个在最后一帧的时候 可能出现了这个面部这有稍微有点走形 这个完全可接受啊 包括清晰程度啊 动作的一致性 尤其是速度是吧 关键是速度非常的棒 那我们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其实它的动作就更多的出现在了这个水面上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人物有点太靠边上了 就是人物的动作很少 它就微微的先轻 那我们来看这个 你看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 跟那个两个女孩在那个樱花林里边跳舞是一样的 你这种东西啊 第一它不是一个完整写实的 不是说不写实就不行 而是说它整个的场景呢 比较乱啊 不能叫比较乱 就层次比较多啊 风树林啊 这种烟雾啊 这种飘起来的衣裙呢 让这个模型在呈现这个动画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的憋角 所以说呢 这种东西尽量的不用这个模型生成啊 大家感觉一下它和这个 这个其实很像的啊 就这种场景 并不是说它对3D人物没有办法生成动画 你看一下这个女武士灰刀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重点是这个构图啊 就太复杂了 它可能呈现不出来 对吧 最好的效果当然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种 近距离的实拍场景 那我们可以随便的换一个 我们这又换了一个 当然这个提示词要不要换呢 这个愿意换也行啊 那就我们直接给它生成吧 我们只是说这个效果啊 就是选择构图这个事情 提示词呢 这儿我就不写了啊 当然你可以用Flores来动态的捕捉一下 但是Flores捕捉的当然还是静态画面啊 它不是一个动态的内容 就是用Flores生成的那个内容的话呢 可能会有点啥呀 动效会相对的少一点啊 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大家感觉一下啊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抓住这个视角啊 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模型的评测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模型啊 速度这么快 然后这个质量呢 也这么高 虽然存在了一些问题 但是呢 依然未来可期 好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他在这边 跟飞